整排野火在眼前蔓延 無邊無際 大火燒的樹木劈趴作響 消防人員召集的指揮 並朝著樹木噴水 無奈火勢猛烈 有如杯水車心 玻利維亞的亞馬遜雨林 在當地時間20日發生大火 吞噬超過3000公頃的雨林地 野生動物濕痕遍也死傷慘重 這波大火不僅燒掉大片土地 也燒出人民的怒火 我們的母親在死 我們的樹木 我們的花果 我們的花果 都消失了 有萬物 萬物的軍事 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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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想要救我們的母親 鏡頭轉到巴西 屍地裡的凱門厄 被燒得只剩下一張皮 而另外一隻更是被燒個金光 剩下苦苦一腹 這裡是巴西西部的潘塔納爾屍地 規模是全球之最 但當地時間22日 同樣也發生大火 奪走了數百隻動物的性命 根據巴西政府新聞機構 這場大火的起因是因為持續不斷的高溫 濕度過低 還有大量有機住燃物質所導致 巴西南部雖然沒有大火 但遭到暴風雨襲擊 民眾拿著竹竿撐船 才能在品實的道路上前進 而在另一邊 一家大小擠在小艇上 艱難的前進 南美洲現在真的陷入水神火熱之中 歡迎新聞誠意綜合報導 世界局勢變化莫測 你我都身在其中 國際間合縱連橫 外交 政治 經濟 軍事 科技 無所不爭 無所不戰 環球大戰線全方位觀點 與您一起剖析戰略 走進環球競爭最前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